欢迎收看老豹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是一部要对婴儿负责的短片 AKB恐怖之夜之 抬角 夜晚 小北十分紧张地对男友说 那我拿出来看咯 原来二人正在查看 眼云棒上的信息 两道杠 小北怀孕了 他又惊喜又紧张 不知道男友组合态度 谁知 男友看到以后 双手抱头 露出了懊悔的神情 他跟小北说 这孩子我们是养不大的 我只是个临时工 没什么存款 而且对结婚和未来 都没有打算 小北的态度却十分坚定 他要对这个宝宝负责 隔天 小北将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同事 同事开心地祝贺他 并让他好好和男友谈谈 毕竟这是两个人的事 但小北却纠正他 这是三个人的事情才对 见小北对这个 尚未来到人世的宝宝 十分关心 同事提出 要尽早进行抬教 没事就多跟宝宝聊天 小北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晚上到家以后 小北就拿起童话书 给宝宝讲起了故事 这时 男友打电话过来 说找到了一家 非常好的医院 小北很开心 因为男友回心转意 但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十分气愤 原来找医院并不是为了生育 而是为了做人流 男友甚至怀疑这个孩子 不是他的 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 让小北很伤心 他痛骂男友是渣男 挂掉了电话 但是恍惚之中 他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啼哭 在却忍不知隔壁传来的声音以后 小北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隔天清晨 小北怨吐了 他对着肚子喃喃着 哪怕只有我们两个人 也要坚强地走下去 可令人意外的是 宝宝竟然嗯了一声 这把小北吓得够呛 就在他惊慌失措时 宝宝再度开口 不停地叫着妈妈 小北慌得不行 他坐在沙发上 他立刻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同事 同事只当笑话听 还安慰 他第一次怀孕 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不能只顾着坐台窍 却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小北接受了这个说法 并在当晚选择 吃零食听歌 放松一下 可宝宝的声音再次传来 对他说 歌很好听 但是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小北尽口地问宝宝 为什么你能说话 宝宝告诉他 因为你一直在给我做抬脚 说了那么多的话 我都记住了 见小北不信 宝宝干脆 抬手省起了小北的肚皮 还说好想早点 见到你啊妈妈 小北再也说不出了 他起身逃出门外 恰好碰见了 要进家门的男友 小北赶紧求救 男友却自说自话 依旧希望他赶紧去做人流 肚子里的宝宝一听这话 就不乐意了 怼了一句 我才不要被留掉 妈妈我讨厌这个人 但宝宝的声音 似乎只有小北能听到 男友不知道小北在发什么疯 只能安慰他冷静 宝宝在肚子里 不停地喊着讨厌 讨厌 然后便控制小北 将男友推下了楼梯 男友当场去世 宝宝发出了紫耳的笑声 这下 就连小北都忍不住了 他捂住耳朵大喊 我不是你的妈妈 我不要生下你了 小北跌跌撞撞地走回屋子 可肚子却传来振振脚痛 看来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转出来 小北艰难地向踩刀爬去 他打算断了这个恐怖的胎儿 但为时一晚 宝宝已经爬出来了 他站在小北面前喊了一句妈妈 镜头里 只能看见小北因恐惧而扭曲的脸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在垃圾堆里找男友 而且在求欢的过程中 如果不想孩子 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做胎教师 一定要听悦尔的歌曲 持有营养的食物 只有这样 宝宝才会满意 然后乖乖闭嘴 女孩子们一定要自爱 既然这世上的渣男不会灭绝 那我希望每个女孩 都有一双辨别渣男的眼睛 以上就是本期老泡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泡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